在这个聚会后面我加一点的话 刚刚弟兄交通得非常的清楚了 我们都承认了 这个一个人人生的幸福 跟家庭的幸福 是完全是相连了 你在社会上 无论怎样的有霸间的成就 有很多的钱 事业做得很大 或者官的职位做得很高 但是你的家里乱七八糟 夫妻之间天天吵架 叫你夜里都睡过就掉了 那真是很辛苦啊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你必须承认 今天人生的痛苦里头 很多是因为家庭的痛苦 我们在全世界的统计里面 这个台湾也差不多名列前卯 就是结婚离婚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 一百对 后来差不多五十对离婚了 那有的甚至离婚再结婚 结婚再离婚几次 这一次离婚的一次 他这个皮就掉了一层了 很痛苦很痛苦啊 前两三周我们看报纸上 全世界一个最有钱的一个人 第四个人有钱 财产是三兆 三兆六 一亿美金 一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 万亿才是一兆 他这个钱啊 到了三兆 三兆的这个钱 那结果结婚了二十七年 到了现在 他必须把他解除了 这个解除了 到了后来过几天报纸报道 还是因为这一个做丈夫的 现在有了婚外情 那你就看见这个家 一定是非常的痛苦 虽然外面表露出来 好像是非常的幸福 但是你知道这个人 他家庭是人生幸福 最大的一个因素 这个我们必须承认了 那这一个因素 怎么能够家庭好呢 那每一个人都是 从自己的观点来说 我要选世界最好的 性情也好 又有天然的心影 性格也好 又温柔 展的又漂亮 还有什么 但是你真正的把这个事情来看一下 那就知道 他这个婚姻 不是说单面好就能够好 一定是双面相配 彼此配 配在一起非常合适 彼此相爱 给同追求享受主 这个才是真正的有喜乐 有幸福 所以一面我们像这个 李通顺弟兄 他经过多年的经验 给我们说 你要一条一条列出来 列出来 他是怎样 他是怎样 这个都非常需要 但是需要的时候 你并不是这一条他好不好 这一条不好 好不好 都是看对方 那你要看看 你跟那个对方 在这一条他是不是能配得起来 反而若是你 光是用这个头脑来选的话 我看会选来选去 选来选去 选了八十岁还选不到 所以说来说去 我们真是看见 我们是需要主的怜悯了 在这里 在这里为这件事情要祷告 大家要相信 我们照会生活 真正的满足那个喜乐 是因为 你爱主 我也爱主 你活在主里面 我也活在主里面 大家在基督里面连条尾仪 所以这一个才能够人生真正的满足了 那这一个 这是也一个点 一个点 那么 有一个点 就是这里也没有怎么样提到的 就是说了遗传的问题 不光是身体 精神 这些 有在神面前属灵的问题 有的是因为他们一生服侍主 得着神真实祝福 所以神就祝福他们的后代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的情形 这里没有提到 但是实际上有这个情形 就是真正那个生理上的遗传 生理上的遗传 这一个也是需要注意 以前在美国有一对的夫妇 他们要结婚的时候 他们都是蛮 这个 这个很注意 这个遗传问题 他都两个人都去 去医院里面 来看自己的各方面身体清醒 结果厌血的时候 医生就告诉他们 你们两个 有一个隐性 这个遗传的因素 隐性 你自己没有显出来 但是如果是对方也有这个隐性的难处 一合在一起 你一生的那个孩子 就在这一点上就不行了 会生下来一个非常低能的 非常各方面都是不行 到后来并且寿命都是很短的 这个医生就警告他们 但是他们就大概不会吧 大概不会吧 结果他们结婚就没有注意 结果就生了一个孩子 就是这样 非常的低能 两三岁的时候还不会叫爸爸妈妈 什么东西都 那么在这种情形里面 他又想 大概不会两个都有吧 所以他又生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也是这样 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啊 在那里他是低能 什么东西都得他们照顾 到后来慢慢的活了二十几岁 两个孩子都死掉了 都死掉了 那还有一个例子 是我自己家里 我的大哥 我的大哥 我的大哥很聪明 他生了儿子啊 也是蛮聪明 那我的大姐 结婚了以后 他这个 也生了孩子啊 也是不错 也是不错 但是等到这个大哥的儿子 跟他大姐的女儿 长大了 他们两个就爱起来了 就要结婚了 就要结婚了 那大家懂得的人就劝他们 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表情啊 什么什么 这个学徒太近啊 不好啊 不好啊 但是他们相爱 他辜负不到这些 结果就结婚了 所以就问我这个大哥的儿子 跟大姐的女儿 结了婚以后 生了三个孩子啊 两个神经病呢 一个也是 后后头头就这么个情形 所以这个遗传的因素 的确是 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要检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啊 那么我们这个婚姻里 这个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选最好的就好 他一定要相配才是好 因为最好人家 我怎么最漂亮的 身体最健康的 他最有钱的 或者是他最聪明的 那么你也要选这个 他们别人他也选啊 你这个选他 他不一定选你啊 所以你要 要科广一点 要科广一点 那么在这个世上啊 所以就需要年长的弟兄姊妹 在这件事上 重复那个帮助 那我们这些日间帮你 弟兄姊妹大伙 都是在五六十岁了 都有过经验 能够在这些事上 能够帮助他们 这个帮助他们 就是给他们看见啊 两个需要相配 你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 你不行 专门的还来个罪行呢 罪行呢 他天天 你结婚了以后 他天天就看不起你 你也不一定信佛啊 那这一个 我想年长的弟兄 需要接受一点负担 但是这个 这一个负担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在这个花莲 我们有两队的夫妇 他们年轻的时候 很奇妙 刚刚认识啊 那个时候的年长弟兄 就要他们订婚 你就订婚啊 那这两队的夫妇 就听话就订婚了 结果啊 就结婚了 非常的好 这个是真是奇妙了 要叫我 我绝对不敢这样了 我很少介绍婚姻 我很有负担 但是负担配过来 老觉得都配不起来 但是我的内人 以前他就很有负担 他一抓就抓了一起 一抓就抓了一起 那就蛮成功了 一辈子大概有二十几队啊 就做成功了 那我们在花莲当中也有年长的对这个 也有这个恩赐的我觉得 那也是很好啊 是年长的需要挂着这件事 因为年长我们接触面也多 本地里没有 外地里认识的人也多 能够在主的面前 有负担能够单单这样的事 这是非常的美好 我们遵求主在将来的年日 每一个家庭都是幸福的 喜乐的 充满了主的 一同佩戴四位的主的 那实在是太宝贝了 我就交通到这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